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的薄熙来献上了花圈 有意思的是薄熙来的花圈与刘少席第四子刘元邓小平次旅邓南的花圈放在一起 于是坊间就传出了同是天涯人落人相逢合璧 沉相识的感叹 薄熙英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1980年代在美国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承担任卫生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心副理事长 薄一波一共有四子三女 其中除了长女薄熙英外 其余皆为第二人妻子胡明所生 他们分别是长子薄熙永 二子薄熙来 三子薄熙成 四子薄熙林 次旅薄杰盈 小吕薄小盈 薄熙来2012年4月下台 同年9月28日被双开 2013年9月23日被判处 无期徒刑 2017年网络上曾经流出他患肝癌的窗户 但未经证实 香港星岛日报曾经报道 薄熙来在监狱待遇还不错 有医护人员监护陪同 可以通电话允许探视 薄熙来在行程监狱 有16平方米的单肩 不用穿球服 可穿西服 他经常参加集体活动 练习书法 据秦成一预警透露 在2013年新年的前一天晚上 他给薄熙来送好饭 薄第一次主动和他攀谈了几句 因为这名预警老家屎 辽宁大连 薄熙来眼前一亮 不过欲言又止 该预警表示 在他离开监房时候 回头见薄熙来 一边啃着魔 一边流着泪 默默地在看报纸 薄熙来曾经红极一时 大有近于常委 并最终君临天下的势头 但他却在通往群里 巅峰时身败名列 不仅个人身败名列 他的妻子薄谷开来 也被判死缓 儿子薄瓜瓜也流落他乡异国 可谓七七惨惨七七 薄熙来的功败垂成 与王立军关系密切 王立军曾在2012年史运 当面告诉薄熙来 说他握有博谷开来谋杀 尼尔伍德的证据 薄熙来听后非常的愤怒 散了王一击耳光 就是这击耳光 使王立军终于下了薄熙来的战车 逃亡300公里外的 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但薄熙来的覆灭 其实并非王立军造成的 王立军只是压倒薄熙来 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薄熙来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集权主义能格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佟志伟先生 在集权能格与薄熙来之败一文中 总结了十大集权能格特质 很有鉴定 他认为集权能格的第一个特征 是完全容不得民主 薄熙来在重庆把老百姓捧上天 不过重庆市民拍手称快的 掌声还未消停 薄熙治下的重庆 很快就出现了迫害无辜 刑讯逼供 势意掠夺等酷似文革时代 无法无天的行为 第二个特征是蔑视人权 重庆名为打黑 实为黑党 刑讯逼供 网罚裁判 与文革难分上下 民营企业公钢膜 被吊倒的大便师计 跌在地板上 刑讯者令他手捧大便 自卫生间脱下党裤 擦地板 其后在裸体吊打 打黑期间 重庆至少没收了 200亿人民币的资产 包括李强资产约10亿 陈明亮马当案约30亿 王仁案约20亿 藤志明案约80亿 李俊案约60亿等 但这些资产至今成名 第三个特征是容不得任何不同的看法 薄熙来当权式的重庆 任何人不能对他和唱红打黑发表批评意见 否则他们就会被劳将和大劳伺候 第四个特征是在人际关系中斗志当头 小而言之与同事斗 上下级斗 大而言之挑动官民斗 穷与富斗 第五个特征是 罪与权力意识 具有极权能格的人 推行权力意识 最高的境界 是让自下的国民 整天围着自己的想法转 薄熙来主导的唱红运动 就属于这方面的范例 第六个特征是 利我者亡 顺我者仓 毫不含糊 薄熙来下手狠毒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第七个特征是反法治 薄熙来对待一切规则 都以自己的需要为转移任意取舍 宪法法律 这是装点门面的花皮 第八个特征是对权力的追求 中国铁梁子副总理吴宜 曾经这样评论薄熙来 不甘于当下属 只想当一把手 不能与人合作 为政权夺利 不惜一切手段 给工作造成损失 因为吴宜和温家宝的坚决反对 薄熙来未能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反而被外派到重庆 薄熙来在大连时就以强势文明 当市长时不把市委书记当干领 当辽宁省长时又不把省委书记放在眼里 为了争权与书记公开对立 在国务院还是一样的霸道作风 看不上总理与主管副总理 外派重庆远离权力中心后 薄熙来本应该反省自己的霸道作风 但他桀骜不驯的强势性格又占了上风 这一次他斗争的目标不再是省委书记 不再是总理副总理 而是中央书记胡锦涛 还有已经确定为接任总书记的习近平 以前捅了楼子搞不好关系 还有人护住他 但这一次没有人能保护他 也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容得下他了 第九个特征 行为没有底线 重庆打黑中不少被打者原本罪不自私 但薄熙来却通过法外执行 让他们被判了死刑 并被立即执行 第十个特征是浩大喜功 薄熙来在重庆大兴土木 高楼大厦不停的拔地而起 但当薄熙来的计论者去看前代子时 才发现 重庆已经不知不觉欠下了天亮的债务 第二违背历史潮流 虽然在不少人看来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环境 并非一无是处 如打黑 是老百姓早已厌恶数量众多的贪官污吏 近落寒残 唱红又让贫富悬殊社会里备受煎熬的老百姓 产生了回到毛时代 穷公平时代的心灵快感 的确大部分民众对改革开放中 缺少公平正义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很不满意 但他们并不是想回到过去 重新经历文革时代的心风邪雨 民众的愤怒是源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是希望尽快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与世界文明接轨 如同前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 俄罗斯群众对当时的国家经济社会秩序也很不满意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但俄罗斯民众并不是认为回到过去更好 普京曾指出把过去说的一无是处是没有良心 因此想回到过去那是没脑子 回顾薄熙来重庆执政之路 应该说薄熙来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如腐败贫富不均等 于是他想借毛泽东的虎皮唱一台大戏 其目的在于废除习近平的储君地位 取而代之成为一代天骄 尽管薄熙来拥有毛粉的拥戴 又有红二代的协同 还有周永康令计划虚才后郭伯雄的内意 加之他口才极佳 外表英俊潇洒英语流利 但很可惜他走了一条邪路 胡锦涛温家宝在薄熙来唱红打黑开始不久 就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安分手挤的坏小子 他们始终没有去过重庆 胡锦涛在会上反复强调 不动摇不折腾 很大程度就是针对薄熙来而来 这让官场和民间都感受到薄熙来 旋风啊在中共高层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 虽然在他的游说下 胡文时代过半的常委都去过重庆 但除了说几句好话表面应付 多数啊都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注意 有分析人士指出 薄熙来的势力再次告诉人们 不论为政者个人多么富有才能 只要不顺应历史潮流而行 注定失败 即使一时有偶然的成功 最后必然还是失败 纵观历史 桀骜不逊不可一世的独裁者 如希特勒 摩索里尼卡扎菲 萨达姆等最终都被历史的潮流 所吞没 作为一个曾经称霸一方的诸侯 薄熙来的时代早已结束 但作为一个习二政治明星 薄的故事似乎并没有成为一个传说 当今中国政局 是否有似曾相似 薄归来的感觉呢 的确习近平道路 与薄熙来亿曲同工 薄归洗水 他们都要高度集权 都要保护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 都要用残酷的手段 消灭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统治的势力 于是领导人任期制被取消 政企分开 党政分开被取消 国有企业被大力扶持 民营企业命血已泄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被取消 司法独立被谅解 民族自治被取消 百余万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文革浩劫被强行修改为 艰辛探索 韬光扬灰的外交政策被取消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冷战正在到来 商鞅被无马分尸 但他制定的严巡峻法 却流毒甚远 薄熙来待在狱中 但他的政策却大行其道 薄熙来之败 败于他的极权主义人格 和违背历史潮流 人民意愿的极权主义道路 但今天的习近平正在重复 薄熙来昨天的故事 他们具有相同的极权能格 和统治理念 同样不得冷清 他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 阴见不远 我们不乏拭目以待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明镇 intim片 请 εί